2000年10月10号一大早上 其实天还没亮呢 洛阳市乐善街 有个50多岁的妇女啊 段大姐 早上起来晨联 每天呢 她都习惯性的这个点起来 锻炼锻炼身体 这时候段大姐就发现 在55号 何九儒家门口 放着俩包 还有一个手提袋 这俩提包啊 崭新崭新的 再看那提包的拉链吧 是拉开的 哎呦 这段大姐感觉奇怪 怎么回事啊 这么新包啊 谁扔这的呀 进前这么一看 哎呦 可了不得了 里边整整齐齐的 都是被碎尸之后的骨头肉块 给段大姐吓的呀 你想啊 天还没亮呢呀 嗷喽一声惨叫 撒牙子就跑 跑到了洛阳市 禅河区公安分局 就报了案了 禅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接报之后 队长李松林 立刻向分局党委 还有支队的有关领导 汇报 带领着正在练兵的技术人员 赶到现场 随后 禅河区时任区长 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局 支队队长李队 副支队长于队 刑科所的所长张所长 以及禅河公安分局局长政委等主要领导 都赶到了现场坐镇指挥 现场位于乐善街 在当年那个地方算是比较偏僻的 人也不多 那条街也不宽 较街 宽度啊 也就是两米左右 因为年久失修 地势还比较低 满地都是脏水 一下过雨之后 行了 这一片烟子 你就没法过人了 交通极其不便利 所以来来往往的行人 一般也不走着 经过法医失检 死者是男性 身高应该在一米七八到一米八之间 年龄呢 48岁以上 体型啊 应该是比较健壮 挺胖的 尸表呢 没有明显特征 左膝盖呢 有一处1.5厘米左右的 不明显的旧的疤痕 死亡时间是两天到三天之间 经过清点的碎尸块一共是39块 分别用两个旅行包和一个纸质手提袋装着 在这抛尸现场 没有血迹 没有头颅 没有心脏 没有双手 没有双脚 也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人的那躯干那一大块 这俩旅行包呢 一个是黑白相间写着蓝色字母的 还有一个是黑蓝相间的阿迪达斯的旅行包 那个纸质的手提袋啊 上面印着科士达精品牦牛绒衫 包装十块的还有几个白色塑料袋 有的塑料袋上写着黎安 有的写着衣礼 有的写着上上 有的写着灌亚 有的写着着士 这都是服装品牌 并且这上面大部分都印着长纸和电话 还有一个白色塑料袋 上面写着节神干洗布 上面还印着地址呢 一川县城北环路8号电话833开头啊 680结尾 通过实检结果还有现场勘查的结果 警方进行了初步分析认定这起案件作案手段有条不稳 抛尸很从容 并且呀下体也被切割了 你想啊男性下体其实一共没多大一块啊 这玩意他还不是整个割下来的 他切断了 所以判定为这应该是情杀或者是仇杀 并且呀那些物证基本上都是高档女性衣服的包装手提袋啊 包装塑料袋啊 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女性所为或者最起码有女性参与其中 从物证的地址来看 这起案件的凶手应该是洛阳地区的可以完全排除流窜抛尸的可能性 但这起案件失源到底是来自何处 死者到底是谁一时之间这还是个媒介的难题 据此就地成立专案组 在专案指挥部里面领导专家拍板决定 第一重点排查辖区近期符合死者年龄 符合死者身高情况的走失人员的情况 第二对辖区停建废弃的楼洞 房屋窑洞坑堂水井排水沟垃圾存放点等地点进行搜寻 希望能够发现这碎尸案缺少的心脏头颅双手和双脚 第三走访物证所涉及的洗衣店以及服装销售场所 查询近期销售购买人员的有关情况 第四逐门逐户的查访辖区里面的独居户 单身户单身宿舍租赁房公棚以及无人居住的住宅房屋 寻找发现碎尸的第一现场 并且从近期辖区人员走访情况里面 却发现那些犯罪嫌疑人员 划分区域落实到人要求大家及时通报 在这之后啊 专案组还印发了一千份认识启示 通过有线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寻找师员 广泛的从洛阳以及伊川查找物证寻找第一作案现场 专案指挥部在洛阳市禅河分局市局刑警支队也抽掉了警力 在禅河六个派出所以及住所中队里面也抽掉了大量的警力 一共抽掉了上百名警力参与破案 又明确分工 以禅河启明西路以南到加玛营 从民族路以北沿翠富路以东的区域内来进行一个重点调查访问 我刚说的这个区域洛阳的朋友肯定一下脑海之中啊 就自动的生成一个地图 知道是哪一块区域了 经过调查这个区域 一共有1400户 4500到500人之间 在紧张有序的现场勘察和走访调查之后 一条条有价值的线索迅速反馈到了专案指挥部 段大姐呀是早上六点来钟起床的 发现何九如门口放着旅行袋手提袋 以为谁家东西望着了 当时下着小雨 雨水把碎尸泡的白胀胀的 何九如的妻子晚上下班回家 时间呢是晚上11点50分 由于路段比较窄 如果发现有包 他应该就踢着了 由此证明 在前一天晚上11点50分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没包的 通过访问何九如 何九如证实 他的妻子下班回来 他又出去 去公共厕所 解小手 没发现有东西放在门口 因为何九如妻子到家的时间 记得也没那么准确 所以呢就把抛尸时间的范围 定为了前一天晚上11点30分 到第二天凌晨5点之间 另外还有一名目击人反映 当时啊有一个人边走边往后看 离中心现场不远 当然调查的重中之重 还是关于那些包装袋旅行袋 看看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线索 那么在调查这些包装袋 旅行袋的过程之中 能不能找到案件的关键突破点呢 警方现在的重中之中 就是查那旅行包 查那手提袋 从这洛阳东车站 一直到关林市场 再到间隙所有的市区 一共上千家的销售旅行袋 手提袋的商户全都查遍了 哎 根本没发现有此类的物品 就没发现一样的 尤其是印着科士达的那纸质手提袋 全洛阳市一个也没见着 也就是说这个袋 包括装这个袋的产品 在洛阳全市根本没有销售 咱们之前不还说吗 有一个塑料纸的那个塑料袋 上面写着上上俩字也没发现 上上就上下的上 加上一个高上的上 还有一个塑料袋上面写着衣纯盘 洛阳有吗 有 但是不多 驻洛阳的郑州银机商冒城 曾经卖过 不过呀 案发那年已经不卖了 写着灌亚牌的那袋呢 是装鞋的经过调查 这灌亚牌的鞋呀 指出女鞋 没有男鞋 并且号码呢 都在35码到39码之间 而那离姿牌 也是只有女装 没有男装 那一离牌呢 也是 主要啊 就是卖女性的羊毛裙 也有一些其他女装 也没有男装 所有的包装都是女鞋女装的包装啊 根据这种情况 专案指挥部更加坚定信心 这起案件很可能就是女性作案 15号晚上 洛阳市禅河刑警大队的电话 叮铃铃铃铃铃铃 响起来了 李队拿起电话 就听到对面是个女性的声音 你们是禅河刑警队吗 对 我找李队 我就是 有事你说吧 李队 我丈夫叫王洪宪 走时已经五天了 我想问问情况 他在几天之前出去的 现在还没回来呢 哦 那你丈夫有什么特征吗 他体型比较胖 眉毛那有疤 两叶底下吧 长着选呢 呃 还有就是右膝盖也有疤 听到这儿 李队心里边这个兴奋呢 随后挂了电话 派专案组的民警迅速在和王洪宪的妻子周湛额取得联系 经过详细调查 王洪宪呢 52岁 是伊川县城关乡北街村村委委员 曾经呢 开了一个旅社 叫四季春旅社 这个旅社呢 专门腾出来这么几间 还开了一歌厅 这王洪宪也是这歌厅的老板 在过去 这王洪宪还开过电线厂呢 看创业经历是非常的丰富 为了进一步证实死者的身份 随后警方又到了南洋 做DNA的亲子鉴定 19号下午2点 结果出来了 证实死者就是王洪宪 于是专案组立刻一尸一川 对王洪宪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 很快和王洪宪有关的来往人员 社会关系 包括电话通讯录里面的联络人员 都纳入到警方的视野之内 经过对王洪宪来往密切的20多人 进行摸底调查 和他来往密切的这些人里面 涉及到洛阳的一共是有7个人 有男有女 其中有一个叫吴湛宪的女性 跟王洪宪关系相当密切 所以他是最受抓案组重视的 经过对吴湛宪调查 这吴湛宪37岁 是一川县杜康酒厂供销部的部长 原籍是白沙香 现在呢 住在伊川 杜康南路 杜康酒厂家属院 东边的三楼 这吴湛宪结过婚 前夫叫爱建张 后来因为俩人感情不和 九六年就离了婚了 婚前呢 两个人呢 曾经在洛阳市蝉河区 还开了一店卖羊汤呢 吴湛林跟前夫 有一个12岁的儿子 这儿子呀 是随母姓 也姓吴 经过老百姓反应 吴湛林跟死者王洪宪的关系 非同一般 于是蝉河分局 派出了七名民警 赶到伊川开展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 吴湛林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 他呀 在无奈之下 让妹妹妹夫陪同着 到了县局 投案自首 于是专案组的民警 很快就见着这吴湛林了 这吴湛林啊 长得挺清秀的 穿得也挺时髦的 上边呢 穿着藏青色的夹克上衣 驼色的毛牛绒衫 下身呢 穿着毛料 黑色的裤子 黑色的高腰皮鞋 头发染的金黄金黄的 戴着金丝眼镜 那这吴湛林 为什么要害死王洪宪呢 他跟王洪宪 到底这关系 是怎么非同一般呢 他一个女人 又是怎么把王洪宪 杀害碎尸的呢 据吴湛林说 这吴湛林啊 是在九六年九月份 认识王洪宪的 他呢 去舞厅跳舞 王洪宪呢 也在舞厅跳舞 九十年代的时候 舞厅特别火呀 现在你是轻易见不着了 王洪宪在舞厅里边 借着灯光 借着酒劲 看吴湛林 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啊 太美了 太漂亮了 那颗小心啊 不那颗老心脏啊 扑通扑通的 怦然心动 之后呢 他呀就跟吴湛林认识了 后来越来越熟 有事没事呢 就在一块闲聊聊天 有一回呀 在闲聊之中 他就透露出来 想找吴湛林贷款 说想准备贷款呢 干点自己的事业 为什么这事跟吴湛林说呢 吴湛林当时没离婚呢 两口子呀都有门路 这吴湛林一听 王洪宪这是想干事的人呢 九十年代就想贷款下海经商 这绝对算是超前思维啊 可是给他贷了款之后吧 这才知道王洪宪哪是干事业去 哪是投资去呀 是拿起赌博去了 给吴湛林气的呀 但是这王洪宪已经紧紧盯上吴湛林了 吴湛林想离王洪宪远远点都不行了 有一回吴湛林丈夫出差了 这王洪宪到了吴湛林家里 硬把吴湛林就强奸了 后来呢 又逼吴湛林离婚 还承诺离婚半年之后 我就跟你结婚 吴湛林在王洪宪穷追猛打之下 1996年11月份离婚了 离婚的时候啊 吴湛林就提出来想要孩子 但是王洪宪还不让他要呢 要个孩子这不是拖累吗 吴湛林就说了 你要不让我带孩子 我就不离了 王洪宪这才同意 让吴湛林带孩子离婚 离婚之后按财产分割 家具判给了吴湛林的丈夫 可是值钱的房子 归了吴湛林和吴湛林的儿子 离婚之后啊 王洪宪还干了更不地道的事 这王洪宪的那一段时间 手头比较困难 那吴湛林手头上也不富裕 结果他让吴湛林 跟丈夫去要三万块钱 要过来这三万块钱 你得供我挥霍吴湛林 肯定不答应啊 结果这王洪宪硬逼着吴湛林 把家里边 原本应该属于丈夫的家具 拉出去 吴湛林呢 也没去 感觉这干的不是人事 王洪宪自己私自 就把家具给拉出去了 再到后来 吴湛林的那酒厂 也不是特别景气 90年代正好赶上 经济的一个变革期嘛 现在这杜康九 又非常火爆了 但在当年 确实有一段时间 不是特别好啊 这吴湛林呢 在王洪宪的再三要求之下吧 就跟王洪宪一块做生意 不过酒厂的工作呀 也没丢 吴湛林掏出来了五万块钱 王洪宪后来又贷了三十万 因为他不会经营 生意也没做成 等于所有的资产呢 就抵押给银行了 本身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还经常去赌博 有时候这一个月 能输十几万 这还不算什么 王洪宪让人吴湛林离婚了 还答应半年之内 就能够跟他结婚 结果吴湛林离了 王洪宪自己不离啊 又骗吴湛林 说咱做这生意吧 明儿个说做那生意吧 前前后后把吴湛林 六万块钱的积蓄 都给挥霍光了 后来吴湛林一看 这王洪宪也没打意着离婚呢 就提出来分手 分手还不行 王洪宪一气之下 好啊 你是我的女人 你想跟我分开门也没有啊 开着吉普车 到了吴家楼下 把吴湛林就给撞伤了 撞的吧 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但是这吴湛林 依然被撞得鼻青脸肿 吴湛林呢 又爱面子 也没跟别人说这事 就说呀是走路上不小心 让摩托车给碰的 可吴湛林想不到的是 后来他再想摆脱这王洪宪 可摆脱不了了 在案发前一年 有一天呢 这吴湛林因为酒厂的业务关系 在开封呢 跟别人签合同呢 王洪宪就一个电话 接着一个电话的打 回去之后 这王洪宪 到了这吴湛林的屋里边 哎 进了屋之后 还干了一件特别恶心的事啊 直接脱裤子 在吴湛林家里边就开始尿 吴湛林一看 哪有这人呢 气得当时就要走 结果呀 这王洪宪 哭通一下 把这吴湛林 就推倒在地上了 吴湛林挣扎起来 还要走 这王洪宪又拿了一瓶毒药 倒在杯子里边 让这吴湛林喝 吴湛林一看 你不是让我死吗 我死就死 端起来就要喝 王洪宪又把这毒药 给夺了下去 到案发这年四月份 有一回当着孩子的面 王洪宪又跟吴湛林 要三万块钱 这回是什么理由呢 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 行啊 你给我三万 我就跟你分 吴湛林无奈之下 就答应他说 我出去借去 行不行 不行 这都不答应 吴湛林气的呀 我但凡手头上有三万 我拿钱砸死你 我不是没有吗 你还给不给人活路了 吴湛林当时气的 头就往墙上撞 想真撞死就完了 后来呀 撞得晕倒在地上 这王洪宪 一点不可怜 吴湛林还骂他呢 你个臭娘们 你在这跟我撞死狗是吧 后来呀 吴湛林东拼西凑 凑上来了三万块钱 给了王洪宪了 哎 这回王洪宪又改口了 三万不行了 那天你给我 是三万的价格 今天给我 那得再加一万 吴湛林的儿子 也不小了呀 跪在地上求他呀 你饶了我妈妈吧 有你这小兔崽子 说话的份吗 蹦蹦一脚 把吴湛林的儿子 就踹倒在了 跪在边上 这吴湛林啊 有一个好朋友 叫程湘武 有一回呢 程湘武到吴家 谈事 谈什么事呢 酒厂啊 得用瓶盖 是啊 没瓶盖怎么包装啊 谈的就是卖瓶盖的事 当时啊 这王洪宪 也在吴湛林家呢 当着程湘武的面 这王洪宪就说点那种流氓下流的话 哼 我搞他搞了四年 我横着搞 竖着搞 我让他咋着 他就咋着 哪有这么下流的呀 他说的这话 吴湛林气得浑身直哆嗦呀 吴湛林呢 又再次的跟王洪宪提出要分手的事 我不之前给了你三万了吗 你就应该答应我呀 王洪宪说了 我不也跟你说了吗 那天是三万 哎 后来就是四万 你现在要跟我提 再给十五万 吴湛林一听 我得个老天爷 我去哪抢去呀 我能不能给你打条子呀 哪怕我还不上 让我儿子长大了 还你行不行啊 这王洪宪更过分的还在后边呢 写条子可以 但必须写明了 那是卖银的钱 迫于王洪宪的暴力威胁 也想着赶紧跟他一刀两断 吴湛林呢 也就写了 随后 这王洪宪就把这条子印了好些个 撒得哪哪都是 甚至啊 还撒到了吴湛林工作的杜康酒厂 造成了极其坏的影响 那分手了吗 没有 每天睡觉之前要求吴湛林必须给他打电话 要不你就是跟别人鬼混呢 不光用吴湛林的名声去威胁他 后来还用吴湛林儿子的性命威胁他 你要离开我 你的孩子 我他妈一定弄死 后来吴湛林为什么下定决心杀王洪宪 是11月7号凌晨 王洪宪喝了点酒 又到吴湛林家了 你跟我搞了四年 要想不跟我过 就让你孩子死 我呀 就把你儿子 哎 你看吧 从头顶 往下 我就给他劈开 这时候吴湛林躺在床上 也没敢吭声 而这王洪宪呢 还真从厨房拿了把彩刀 在磨刀石上就磨 吴湛林害怕他真的杀孩子 这才有了杀人之念 王洪宪磨刀的时候 吴湛林想着从床上起来 王洪宪还不让呢 紧跟着磨完刀 又强行跟吴湛林发生了两性关系 完事之后啊 还把吴湛林的手机 寻呼机都拿走了 还说呢 我拿着你的呼机跟手机监视你一天啊 我看他们你跟谁在一块鬼混 为了躲避这王洪宪 吴湛林呢 每天晚上都开始把门给反锁上 只要一反锁 王洪宪立马就在楼下嚷嚷 吴湛林 你开不开门啊 你要不开门 我都没让人搞死你 全楼的人都听见呢 吴湛林嫌丢人呢 那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给他开门 总而言之 吴湛林这是生不如死了 所以下定决心鱼死网破 吴湛林呢 先到一窗国泰药店 买了安眠药 压碎了放窗台上 准备等王洪宪再来凌辱他的时候 就弄死他 九号早上五点来钟 王洪宪大摇大摆的进来了 吴湛林的儿子还没上学去呢 吴湛林的儿子开门穿上鞋 准备上学的时候 临出门扭头 跟王洪宪说了一句 你不许欺负我妈 行了 走吧 我会欺负你妈的 儿子一走 王洪宪变了脸了 恶狠狠的跟吴湛林说 是我死 还是让你儿子死 吴湛林因为下定决心要弄死他了 所以啊 也不跟原来似的急着白脸的了 陪着笑说 谁也不死 我怕死 我也怕孩子死 我呀 酒厂的工作也不干了 以后专门陪着你 王洪宪一听还挺美 这还像句人话 这时候啊 吴湛林 欺了两包那速溶咖啡 在2000年的时候 喝速溶咖啡 那是特别时髦的事了 其中有一杯啊 就加了安眠药 勺子搅匀了 然后把咖啡端过来 王洪宪就在卧室床上坐着 吴湛林把咖啡递给他 喝完之后 王洪宪说 你把裤子脱了 跟我睡觉 说着他自己先把衣服脱光了 这时候安眠药的药劲可就上来了 站不住了呀 这吴湛林呢 把他拉到客厅沙发上 可是王洪宪还不去 又把他扶到卧室的小床上 不一会儿倒在床上 可就睡过去了 这时候 吴湛林拉住了王洪宪的领带 就这么着 活活的就勒死了他 之后啊 把他拖到了卫生间 板尖身子还在外边呢 拿起之前 王洪宪自己磨的那把刀 把王洪宪的头就搁了下来 扔进了浴池的水里边 又把他的胳膊卸成了四块 也扔进了浴池里 把一条腿夹在墙上 一刀一刀的就卸了下来 随后把王洪宪的下身也割掉了 还剁了两下扔在浴池里 让血呀 流在地上顺着下水道 就都流走了 接着又把内脏挖了出来 怕儿子发现 把所有石块都放进了洗衣机里 中午呢给了孩子十块钱 让他自己接上吃饭去 随后把石块装进塑料袋里 把地板上的血迹冲洗干净 又顿顿顿的撒上了来酥水 就一种消毒液 一切都收拾好了 锁上门出去了 因为晚上啊 要陪郑州的客户吃饭 回来的时候 孩子已经在别人家睡着了 把孩子抱回家 孩子哄睡之后 打电话给司机索红军 这索红军呢 是一名下岗工人 经常给酒厂送货 约索红军十点钟来接他 说准备去洛阳办点事 在车来之前 把装有石块的两个旅行包 和一个手提袋 全都拎到楼下 半道还歇了几次呢 那天晚上啊 雨加雪下得还挺大 他们在洛阳禅河区 还碰上一酒鬼 吴战灵呢 就让索红军把车停在远处 他把这些包就拎到了55号门前 站在那等了一会儿 见没人就走了 上车之后 吴战灵还跟索红军解释呢 说这事和人家约好了 送点东西 等会人家会自己来拿的 之后又把剩余的石块 扔在了一间废弃不用的办公室里 随后又隔了两天 他呢 说客户请客 所以啊 酒厂就派给了他一辆桑塔纳 作为公车 他把石块放在后备箱里 到洛阳一家叫月秀海鲜的饭馆 吃的饭 中间呢 以去厕所为借口 跟这司机啊 把车钥匙要了过来 开车到不远处的中州渠边的垃圾处呢 把头和心脏 还有双手双脚 分别扔了下去 为了逃避公安检查 他还给王洪宪交了呼机费和手机费 一共五百来块钱 还把王洪宪的巡呼机的电池取下来 给王洪宪打了两个巡呼 至此 整个杀人过程完全清楚了 一切都交代完了 吴湛宪啊也表达了自己无比悔恨的态度 他说自己呀 童年是在云南度过的 他难忘那些童年的岁月 也难忘和前夫那些患难与共的日子 尽管王洪宪一再的欺凌他 但是走到这一步 还是因为自己不懂法 不运用法律 又爱面子 怕事 正是在这种思想作祟之下 他才没有正确的处理好婚姻关系 家庭关系 恋爱关系 最终组成大错 2002年11月份的一天 江西省于都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的大队长赵某就赵队长 这天呢 看见老乡了 跟老乡啊 就聊两句闲天 就听说附近村子里边 有个姑娘 前一天刚举行了婚礼 办完了喜酒 晚上就死了 赵队一听 啊 怎么 刚结婚就死了呀 怎么死的呀 别忘了 赵队就是干行政工作的 对于这种事情啊 极其的敏感 这老乡就说呀 嗨 自己摔死的啊 怎么摔死的呢 结婚 他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事啊 他是有病啊 还是怎么着呀 还没病 身体啊 一直好着呢 你想啊 小姑娘的刚结婚 能有多大岁数啊 能有什么毛病啊 喜酒啊 喝多了 在新房里边摔了一跤 结果给摔死了 赵队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啊 怎么着 新婚之夜 因为喝喜酒喝多了 摔了一跤 摔死了 不对 这里边啊 一定有问题 赵队呢 就反复的问这个老乡 事情的前后经过 然后了解到 这新娘啊 当时还被送到医院抢救了 这新郎呢 还正好是一个大夫 是研究生毕业 在深圳某医院 当主任医生 那赵队又问 什么时候摔的跤啊 听说是下午五点多 那什么时候送去医院了呢 十二点多 啊 你刚说他丈夫 是深圳的医生 人这深圳的医院 深圳的大夫 得比咱余都的医院好吧 他这当大夫的 不知道自己媳妇出了危险呢 是越问 越觉得这事情啊 诡异的地方越来越多 赵队呢 赶紧就回去了 安排手底下人 兵分两路 一组人呢 就到了死者的那个村子 进行走访调查 问问家属 问问乡里乡亲 怎么回事 另外一组人呢 就到医院 向医生了解情况 这一走访调查 这才了解到 这新娘啊 姓钟 小钟 二十多岁 死于11月21号 凌晨三点左右 据家属说 是喝了酒之后 摔了一跤摔死了 但是 据医院的医生说呀 死亡的时候 瞳孔已经缩小了 哎 这一说 法医也觉得不对劲了 因为按照常理 脑部外伤引起的死亡 死者的瞳孔 应该是放大的 只有镇静类药物导致的死亡 瞳孔才会缩小 那既然是摔死的摔着脑袋了 怎么会瞳孔缩小呢 这背后啊 必有隐情 于是赵队呢 又向局领导做了汇报 县公安局当即成立了专案组 开始部署研究侦破方案 刑警啊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进一步的询问 这疑问是越来越多 据家属说 新娘在家里边摔了一跤 昏迷不醒 家里人呢 要求给120打电话 赶紧送到医院抢救 但是新郎不愿意 在逼的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新郎才打了120 明明住的这个地方啊 就能直接把这救护车开过来 但是呢 这新郎跟这救护车说的地址 说成了离家500米远的中学 120的救护车到了之后 也没人接人家 人这救护车等了半天 也没等着又返回了医院 是在其他家人的这种催促之下 这才又联系医院 又联系120 这回才把新娘送到医院里边去 这是第一个奇怪的点 第二个奇怪的点是什么呢 新郎姓李 这小李呢 一到了医院呢 就误导医院的急救医生 他呢 一过去就亮明自己身份了 我是深圳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 我告诉你们啊 他这就是普通的摔伤 所以呢 你们还是要按照摔伤来进行治疗 总之吧 一直误导医生 第三个奇怪的点 新娘从下午五点昏迷 到晚上十二点 这七个小时里 这小李作为主任医师 不可能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 第四个奇怪的点 新娘死了之后 这小李啊 当天就找了一个借口离开了 然后可就不回家了 后来家属给他打电话 说要解剖 这小李还极力反对呢 警方啊 最终在征得其他家属同意之后 11月22号 对小钟进行了实检 也提取了相应的检材 送到实验室做毒化检验 这毒化检验是需要时间的 一直到了12月3号上午 毒化检验结果才出来 最终证实 小钟体内存有大剂量的 安眠药的成分 并且还不是一种安眠药 是各种成分的安眠药都有 这么一来 这钟某自杀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他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 想弄到这么大剂量的 由各种成分所配置出来的安眠药 太难了 这药不懂你都配不出来呀 所以啊 目前所有的线索 就都指向了他的新郎小李 这钟某死后 小李呢 就给他妈留了一封信 就走了 信里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我呀 要出去散散心 嘿 这话说的 你再承受不了打击 你也得给老婆办丧事吧 没有说后事没解决的 什么事都没处理完 你就跑了的呀 随后警方呢 就对小李的行踪进行侦查 11月25号 也就是案发之后第五天 这小李呀 在赣州市漏过一面 随后可就不见了 现在又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再想找他 那可不好找啊 抓捕祖呢 也是日夜兼程 在深圳 广州 中山 佛山等地 走访了小李的关系人 二百多人 通过侦查手段 最终了解到这小李 12月8号 会回到深圳 所以呢 警方啊 就提前做了部署 8号晚上 这小李刚一出现 就被敦厚多时的警方 顺利抓获 这小李被抓之后 也没有反抗 反而跟民警说了一句 你们也别审问我了 早点给我一颗子弹 我觉得我这样的人 应该早点死掉 他这话说的轻巧 哪不能说案子没破 真送你一颗子弹 啊 这玩儿能说送就送吗 民警审问他的时候啊 这小李呢 一开始是装聋作哑 不开口说话 你问他什么 不自声 刑警面对这样的高智商犯罪人群 确实啊 也挺头疼 因为这种人呢 一般都有挺大的侥幸心理 对于法律啊 对于审讯流程啊 或多或少的 也了解一点 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 哎呀 该怎么办呢 警方决定 从他的家庭 从死者对他的感情入手 跟他聊天呗 在聊天过程之中 一点点的 让他吐露心声 到底小李和小钟 是怎么相识相知相爱 最终又为什么痛下杀手 这小李和小钟的家 距离很近 他们呢 既是小学同学 也是初中同学 初中毕业之后 小钟没考上高中 就回到农村了 也就不上学了 而小李呢 人家成绩好啊 考上了不错的高中 就接着上学了 但是这小李啊 身材比较矮小 长得呢 也不好看 没有什么女孩子 跟他交往 说实话 当年小钟啊 也没太注意过小李 因为小钟呢 身材细高挑 长得呢 也挺漂亮 所以 初中毕业之后 小钟回家 小李继续上高中 俩人等于说 就没什么关系了 不过呀 小李上初中的时候 就对小钟呢 有意思 因为小钟漂亮啊 在班里边 这是班花级别的呀 高中时期 一来因为学业紧张 二来也知道自己啊 这长得也不好看 没有女孩子喜欢自己 也就没敢 跟小钟联系过 高中毕业之后 小李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南方 某著名的医学院 上了大学 他这心里边 还没忘掉小钟呢 原来感觉 自残行贿 配不上小钟 现在觉得 我有资本追求他了吧 就频繁的给小钟写信 过去啊 小钟也没重点 考虑过小李 毕竟两三年没联系了 再者说了 小李确实长得也不好 其貌不扬这么一个人 但这回他也开始重新审视小李了 人家是大学生啊 我这就在村子里边生活呀 以后我们要是在一起了 他肯定是前途光明 那我不也能过上好日子吗 俩人呢 就开始书信往来 这小钟啊 对小李确实也不错 小李家境没那么好 家庭呢 没那么富裕 小钟啊 毕业之后 就出家打工去了 人家挣钱了 挣来的钱 自己舍不得花 一部分寄回家给父母 一部分呢 就寄给手头紧张的小李 可以说 是在小钟的权力支持之下 小李才完成了学业 读医学呀 本科都是五年啊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 俩人写信 写了好几百封 你说现在聊微信 聊几百条 那不叫什么 但过去写信啊 来来回回几百封 可想而知 俩人都投入感情了 小李本科毕业之后 又顺利的考取了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之后 就分配到深圳一家医院 因为业务确实出色 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就升为了主任医生 这可成了科里边的红人了 到了这么好的医院里边 周围的同事啊 领导啊 人家都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啊 其实都不是大学生 最起码都是研究生 还好些个博士生 他们的女朋友 男朋友呢 人自然也差不了啊 学历也都不错 所以平时 小钟到单位找小李的时候 小李啊都跟同事介绍说 女朋友小钟是大学生 就怕小钟丢他的脸 其实这时候 他的心里啊 就起了变化了 小李呢 已经开始感觉 小钟配不上他了 哎呀 但要不跟他结婚 家里人都知道 我跟他的关系 那这家乡父老 肯定得骂我是陈世美呀 小钟也肯定不愿意呀 他要闹到单位 我这面子往哪搁呀 我这工作还能不能保得住啊 到了2002年6月份 有一个一起进修的女研究生 给这小李打电话 当时小钟正好跟小李在一块呢 小钟啊就接了 一听对面是个女生 这小钟心里边也有怀疑 随后就问这小李 这人是谁 跟你是什么关系呀 小李呢 就说这是一起进修的研究生啊 没什么关系 但小钟不信 好几天都不吃饭 就躺床上 后来瘦的呀 都不成样子了 到了10月份的一天 这小李跟同事啊 一起到外边玩去了 玩的挺晚 小钟呢 给他打了几个电话 后来听到电话那边有女孩子的声音 这小钟更忍不了了 大闹一场 其实啊 这小李不是出去鬼混去了 跟同事们一起在外边聚会 一起玩玩 有男有女 不是说小李单独跟女同事在外边 但是小钟不理解 好多回因为这样的事赌气 轻的呀 是吵一架 严重的时候呢 就直接离家出走了 一宿一宿的不回来 2002年11月10号 小钟啊 一觉睡到上午11点多 小李呢 把他叫起来 小钟这时候 说了一句 哎呀 这么睡真舒服 要是能永远这么睡下去就好了 哎 这是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呐 小李一听 对呀 你要是永远的睡下去该多好啊 咱俩的矛盾解决不了 那我就让你睡过去吧 过了没两天 这小钟啊 提出来要回江西老家 办酒席去 办婚礼去 这时候小李 感觉越来越忍受不了小钟了 尤其感觉呀 他跟小钟之间啊 价值观也不一样 生活理念也不一样 平时啊 都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但表面上呢 还一直迁就着小钟 小钟既然说办婚礼 那小李呢 就假装高高兴兴的答应了 11月15号 小李 从自己所在医院的研究所就拿到了大量的安定类的药物 各种药物都有 哎 拿了好多就走了 11月20号 这是他们大喜的日子 一直从早上热闹到了下午 这小李啊 下午的时候故意在两碗酒酿蛋里边各放了半勺盐 这小钟吃了之后 他肯定得口渴啊 那么咸呢 这时候小李呢 就递上来一杯白开水 这白开水里 可加了料了 小钟也没多想 接过水来 蹲蹲蹲 就都喝了 十多分钟以后 小钟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 就感觉两眼发黑 蹦蹦一下 就晕倒在地上了 小李知道 这是起了要劲了 把这小钟扶到房间 让他躺在床上 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 小李呢 叫来自己的妈妈 叫来自己的哥哥 同时小钟的妈妈姐姐也来参加婚礼 还在这呢 也过来了 小李就跟他们说呀 他喝多了酒 摔了一跤 摔昏迷了 一开始呢 全家人就劝他 说你赶紧送医院吧 小李就说呀 没事 我看了伤得也不重 一会就醒过来了 大伙就等吧 左等右等 等到晚上七点左右 小钟的妈妈 看小钟还是不醒 就叫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 医生一来 这小李说了 他就是喝醉酒了 没事 这赤脚医生也知道 这小李是村子里边出了名的高材生 人家是大医院的主任医师 比咱强啊 他说是喝醉酒了 肯定是喝醉酒了呀 这赤脚医生呢 就给小钟啊 打了点醒酒的药水 一直到了晚上九点 这小钟还在那睡着 还是不醒 其他人可就急了 小钟的姐夫可就吼起来了 快叫120 赶紧送医院去 这小李为了拖延时间 一开始说打不通 后来打通了 又把120引到学校 再后来又让这救护车 无功而返 总之 折腾到医院之后啊 已经是凌晨12点左右了 到了医院 又跟医生说是摔伤 压迫颈椎神经造成的昏迷 那就又拍CT 一顿检查又折腾了将近三个来小时 到了凌晨三点 可怜的小钟啊 就在昏昏沉沉之中死去了 到死小钟也不知道 是他最爱的小李 害死了他 看见小钟死了 小李呢 找借口 离开医院 先找了一个地方 发呆了一个小时 然后买了一瓶白酒 坐车到了县城东河大桥 在桥边的一个山上喝酒 到第二天上午八点 坐车前往深圳 到了深圳 回自己的房间 就在那发呆 随后呢 拧开夜花器 打算自杀 结果呀 还赶上没气了 这就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十一月二十九号 小李弄了一张假身份证 坐火车到了长沙 租了一套房子 准备长期化名居住 因为毕竟有假身份证了呀 十二月八号 是返回深圳拿他财务的时候 被提前蹲守的警方顺利抓获 案发之后 小李先是忏悔 后来呀 他又犯了贡了 他说了 他是不小心 自己吃了药物中毒死的 你看 这是血不要脸的 但是 在人证物证 充分完整的前提之下 你这翻贡 也没什么价值了 2003年5月22号 赶州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6月6号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小李 反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2003年9月底 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经过核准 李某依法被执行死刑